在这柬埔寨十多年房产历史里 对于当地市场销售和推广非常积极 施工进度通过网络 主动对外公开的开发商都是非常罕见的 大家好 我是Jolie 今天来和大家谈一谈柬埔寨七房 购买楼花是什么意思 楼花 七房 顾名思义 就是对于正在设计和计划修建的公寓 在施工交房之前进行购买 这相当于您和开发商签署了一份购房合同 合同内容会对于提前购买的单位 著名商定的价格 交屋日期 以及其他谈好的配套 提早购买还意味着有更多机会 用低成本选择自己喜欢的理想单元 并也有很大机会对要购买的房产 可以和开发商协商添加自己的选择和定制 由于是在施工过程中 对于改变平面图 要求表面处理 安装照明等都很容易实现 而且成本也会更低 所以购买楼花通常被看作是一个很好的投资机会 因为随着楼盘的施工进度和销售进度推进 有更大的未来资本增值能力 并且在楼盘正式交屋时 新交屋的房产也会吸引更高的租金回报 很多开发商是需要用贷款来支付建商的施工成本 所以在这个阶段对他们来说 交屋前收到越多的销售定金越有利 这也促使销售团队可以提供更多购买折扣 尤其是在施工期遇到市场放缓的情况 比如在柬埔寨刚刚经历过疫情期 开发商就会在市场刚回暖时 向现在的潜在客户提供租金回报率担保作为诱惑 就像处在不愁出租的BKK一区 正在施工中的王府官邸项目前三年保证24%的租金回报 还会有金边首个智能家居生活方式的选项 随着楼盘开发的进度 后来的购房者由于开发商风险降低 导致购买成本升高 能够买到这些优质单元的机会变得更少 从金边房地产历史上看 七房买家的投资资本和购买现房的买家相比 增幅更大的情况时有发生 不少投资者和投机者也认为这很有魅力 但我们还是要冷静考虑供应过剩或全球金融风险等问题 因为部分地区也有可能会发生相反的情况 好在目前疫情已经得到缓解 柬埔寨的旅游业正在恢复 由于游客的回归 金边也逐渐地在热闹起来 况且预计2030年柬埔寨城市人口将达到792万 金边现在只有250万人口 就算七年内发展不到曼谷和胡志明那样 但至少位于金边BKK一区域的房产 如果像王府官邸这样在当地可以做到销售火热的话 风险肯定比其他区域是要低很多 七房购买的风险 楼花的购买过程一般来说需要先支付一定金额 这些资金根据开发商设定的建设工程进度 分期支付给开发商 购房者应深入了解建设施工进度安排和分期付款计划 这些进度可能基于各种不同的施工阶段 有些可能是依赖于满足物理施工阶段完成计划的百分比 例如建设到18楼层的地板顶部 电器安装管道认证等 实力不够的开发商可能会对尚未实现的工程进度要求付款 这时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购房者有独立 合格的顾问来监督这一过程 大楼完工后 开发商会把新公寓的钥匙交给您 交屋时也需要确认合同中包含各种条款 比如保修期限 保修范围内等具体内容 并与开发商协商制定已经找到的缺陷纠正流程 包括负责解决缺陷方的联系方式 验收完公寓后可以立即入住和出租 在柬埔寨 一旦公寓建成 国外市场中强烈建议在整个过程中和经验老道的当地房地产顾问合作 他们可以在交房后 在您需要出租 转卖 以及和银行申请贷款时候有相当大的帮助 今天在这里给您推荐 在疫情中也从未停止施工 位于BKK1很有实力的项目 2019年9月 在金边市中心BKK1区57街与352街交借口 面积约3000平方的明星地块 被王府国际开发有限公司巨资购得开发 这座全新的46层永久产权开发项目 是目前在本地推广销售最成功的项目之一 王府官邸 Lukande BKK1 作为柬埔寨首个启用智能家居的项目 备受瞩目 而且 由日本知名物业管理公司 Hotree Japan负责物业管理 实现日本品质的饭店式管理服务 为了在金边受欢迎的BKK1区脱颖而出 选择启用智能家居和日本公司做管理服务 是在金边保证租金收入以及房产升值的最佳方式 首都金边的快节奏生活里 健身可以让生活更美好 居住在BKK的外国人和本地人对于公用空间设施更加注重 开发商凭借实力规划240米空中慢跑道 泳池 瑜伽健身中心等超1万平方米的全灵共享空间 使其成为跨国企业 学校 国际组织和豪华餐厅 住宅 商业中心 提供了显著的优势 王府官邸将以万物之星概念 与柬埔寨最伟大的建筑师先驱 望莫立万 Van Mollivan 融入东南亚田园风光灵感 旨在打造轻奢与智慧生活 追求与谦逊的平衡 项目共有1080个住宅单元 单间 一居室 两居室 和三居室 四种不同类型的全装修单元组成 拥有名副其实的智能家居和智能控制室温 灯光 家务定时器和节能模式的系统 该住宅开发项目还将提供一流的便利服务设施 支持居民的宁静和优质生活 5楼1万平方米的设施 包括宽敞的大唐 BKK品牌零售店 精品阅读空间 6楼240米的空中慢跑跑道 室内游泳池 健身中心 15楼800平方米的儿童游乐园 32楼1000平方米的 沉浸市空中花园 联合办公空间 还有顶层的空中酒吧 无边泳池 那么为什么 王府官邸 BKK1应该是您的新家投资 因为在柬埔寨这个受世界瞩目投资热土上 开发商还提供8%的年租金回报率 而且 在这柬埔寨十多年房产历史里 对于当地销售和市场推广如此积极 施工进度如此公开的开发商 都是非常罕见的 如果对这个项目 您想详细了解 可以随时和我取得联系 在柬埔寨购买漆房公寓的风险 入住日期不确定 房产竣工延迟是一种风险 合同中将会包括延迟条款 宽限期 这会使开发商在一段时间内 可以免除延迟交屋的责任 由于柬埔寨所有建材都需要进口 建筑计划会经常变化 这导致最终交屋的产品 可能与最初预期的不同 所以 一定要考察成建商的施工资质 和已成建过的建筑物施工质量 根据市场状况 房产的价值也可能会在竣工前下降 就像2020年突如其来的疫情 让今天过热的房产市场 进入三年的调整期 在BKK1区域即将封顶的王府关底 目前一个平方米 仅在2000多美元 属于是非常合理价位 财务风险 如果开发商确实停止运营并破产 或者如果项目没有完成 您可能会一无所有 海外投资需要谨慎对待 以上的事情在今天也确实有发生过 所以 在您真正下决定之前 还是亲自考察 并确认所有合法执照 购置期房风险和回报 是成正比的 以上信息仅供您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谢谢